我们继续把这个贵人,四大贵人,后两个天衣贵人 需要画一个图 我们最前面的课,能用图的都用图 因为这样直观,一下就理解了 字都是用图来的 先有合图后有洛书 它只是一个形生意的形象的表达 后来字方方甚至都搞不到当初的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追完溯源 那么实际上天德月德就是一个三合位 没什么好画的 就是横三角、竖三角、斜三角 道理都是这个 那么这个天衣贵人就更直观了 你会发现 然后龚牛羊一起守护枪,摒跌出一位 就是这样,由远到近,由近到远 它就是一个相对的位置 那么看起来自冲非冲 但是这个的线为什么这样,究竟的究竟 也是不好究竟的 但是总归是一个地球也好,太阳气也好 就是一个磁场的一个象征 据说这个天衣贵人就是天上的繁星 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君之策 然后向连到船间 体察民情 就向了一个 这个清财大臣吧 那么 这个甲乎公牛羊以及守护枪 有的说是羹心疯马虎 有的说是心,我们去看看 如果 会把这个画下来 甲乙丙丁 这样转一圈 你会发现羹刚好是在这个位子 这个位置,也就是牛羊刚好对上了 那有人说不一样的,这个陈虚首先没话 是因为他本身就为奎刚之地 有的称为这个什么奎煞呀 就是一些凶神,感觉不太好 实际上呢,奎刚我们知道很正直 你这种人,他说没有贵人也可以讲 就靠自己,自己就是自己的贵人 能力也很强,对不对 本身就是天天行道 不需要再额外关照 那么就是按这个顺序 此位阴贵人 这个以仇位为限呢 这样转下来 阴贵人,到了银 因为这个心呢,马虎 他这只有一个感 就是忽略了 你可以理解成空王,怎么想都行 如果倒过来呢 就是甲,从这个位开始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就是阳气的一个制高点 落到地上之后 反正要么天上,要么地上 要么就这三个位置,要么人间 用的角度,在这个身上说明不一样 用的角度,在这个身上说明不一样 因为真的很难究竟 所以他就倒过来转 是一样的道理 遇到天上之后 遇到天与贵人呢,就是万难成响 当然女兵呢 更好,应该说是天多月的 自带天生地之 先天的,这个天一之后天的 也更多的可能带外面的事情 而这个家里的事情 对人以内守为贵 然后文昌呢,就不要画了 就是很简单 有人被口诀 甲乙,甲乙,素,薄菌之 你光背也行 但是他的原理呢,其实你找到一个像 最新的一个基础的 次原理吧 就是说那个 阴天干,他的掌声味 阳天干的病底 你也可以讲阳天干 他的食神的陆底 你要光讲病感觉好像有点奇怪 反正一个神,一个病 那病有生 然后这个就多指 比如说男性 还是以这个为更好 因为这个文昌呢 多主学习好 他也主印 这个印呢 有权力 男人要不能 大丈夫不能无权 小丈夫不能无钱 所以这个歌曲就出来了 而多主 郎才女貌 女人多主仪容方面 会好一些 男人也主有内涵 但是